勞基法它是很高的政治性 很高政治性 我們講政治 什麼叫政治 眾人之士 你是為了資方這個重 還是為了勞方這個重 都是重 都是政治 其實各位應該是可以 從這個脈絡大家可以清楚 就是說在林院長的時代 其實是我們是不修勞基法的 不會再修勞基法 這個不只是林院長講 我們部理也是這樣講 之前美租部長他也是說不移再修 是嘛 然後是脈院長來了 也有脈院長的考量 其實我要講的就是說 每個人在他的位置上 他所看到的角度 他所接觸到的是不一樣 所以他會有不一樣的考量 尤其是像這種勞基法這種 很多 多方層面 多方考量 你在地方 你接觸到勞方比較多 或接觸到資方比較多 或感受到的 那個是不一樣 當然我們講白了 選舉有選舉的考量 選舉有選舉考量 然後不選舉的也不選舉的考量 這個都是考量 剛才有網友在問說 昨天文大的邱俊彥教授在友台 講說之前他在勞動部開會 討論這個法規修法的時候 你就說比較無奈啦 表示無奈說 可能是來自於上面 覺得這個一定要丟出去 真的是 這個政治一直是來自於勞動部以外的 這個更高的長官做的政治決定 我只能講 我只能講這個是執政團隊做出來的 所以整個執政團隊要去承擔這個結果 我也不要再去講說內部怎麼做 我想內部有他們的流程 至於邱老師講的 我覺得他有一點誇大啦 其實那天我沒說得那麼明顯 但是整個局勢就是這樣 局勢就是這樣 我只能這樣講 所以是整個執政團隊做出來這樣子的法條